Hello 大家好 我是Yur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巴黎博物馆通行证 在我实际的使用了之后 有什么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部分 以及实用攻略手把手拳教学 详细的跟各位解说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什么是巴黎博物馆通行证 由巴黎博物馆协会管理 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地方景点 不只有博物馆 还有许多历史地标 名胜古迹等等 只要有包含在名单内的 通通都可以一票参观到底 博物馆通票是谁呢 推荐给所有到巴黎自由行 想好好的来一趟一文之旅的朋友们 很推荐买一张 参观越多省越多 它的价格如何呢 官方票价它有分 2日4日跟6日的方案 就像是一个吃到饱买食断的概念 在这个有效的时间内景点 通通都是随你参观的 分为2日48小时52欧元 4日96小时66欧元 6日144小时78欧元 怎么用最划算 2天跑5个景点以上 4天跑6个景点以上 6天跑7个景点以上 一定会比你分开买这些门票 还要来的划算 哪里买数位券 你可以在官网上面购买 纸本券的部分 实体贩售的据点非常多 一些博物馆里都有 详细的实体券贩售据点 放在萤幕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路上面购买 你可以在官网或各大旅游票券入口网站上购买 在欧美旅游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的旅游入口网站 你要购票的话就是get your guide 在欧美国家get your guide的使用人数比较多 参考价值高 还有给予免费取消 推荐给大家 官网的价格是固定的 但是其他的网站价格是浮动的 建议你在出发之前 先查售票网站上面的价格 有的时候会比较便宜 可以在网站上面先购买之后 再到当地他指定的地点做取票 有的时候票券网站不见得比官网便宜 举例来说 我现在买 官网就比入口网站还要便宜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就是看个人的消费习惯 如何使用数位券 你会收到一封Email 里面会包含PDF档 印出来或者存在手机 直接开出来扫描荧幕即可 实体票的话 翻到背面 这就是进入各个博物馆 左药扫的条码 打开来上头有他所有景点的资讯 我建议的使用方式是 直接翻到QR Code 拿出你的装置做扫描 接下来会被导入到巴黎博物馆通行站的官网 首页上面往下拉会看到戴着口罩两根胡子插出来的人 是在告诉你 现在法国已经没有强制大家要戴口罩了 但是政府还是强烈的建议 造访这些场所的时候戴着口罩 好再往下拉 我们会看到纸本券或者是电子券 你要买的话可以在这边做点选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不管你是任何刑事的票券 在很多热门的景点 比方说罗浮宫 这些都是要做预约的 点击荧幕上方这个booking的按钮 这是让你预约你参观的时段 那我们直接点选 第一个呢是凡尔赛工 那我选大家必访的罗浮宫做示范 点进去了之后会被导入到预约网页 再往下拉到第三个选项 持有巴黎博物馆通票的游客 点进去选择参观日期 你会看到可以的时间 跟大家说一下 晚上的时段不用排太久的队 会跟白天比起来舒适不少 但要注意一下它的闭馆时间 选好了你的时段之后再往下 选择数量 在第四个选项选择确认 支付金额 零欧 确认您的订单 注册一个账号 订单完成 你会收到一封罗浮宫博物馆电子门票确认信 下载打印您的门票 或是下载至手机 再回到官网 往下拉 这里呢有提供景点介绍PDF档下载 跟纸本的内容是一样的 相当的方便 这边显示方案当中 小巴黎市中心的景点 当中有哪些热门的景点 有凯旋门 可以让你登顶参观凯旋门 登顶呢你可以看得到 以凯旋门为主 旁边连接的12条道路 像香榭丽社大道啊 埃贝尔铁塔 你也可以看得到 旁边度艺术中心 巴黎古监狱 它也曾经是好几个世纪的皇宫 再往下 这是海军府 里头富丽堂皇 不输凡尔赛宫 还有奥赛美术馆 这是荣军院军事博物馆 拿破了一世墓 博物馆外面的广场很漂亮 我每次经过都有人在草地上野餐 非常的惬意 职员美术馆 墨内的睡帘 再往下 罗浮宫 碧卡索美术馆 罗丹美术馆 万神殿 圣徒礼拜堂 我刚讲的 比较热门的这几个几个几乎都要预约 就是刚刚我们在另外一个页面上面做预约的动作 接下来稍微远一点点大巴黎的范围里面的景点 有非常多的城堡 可以来个城堡之旅 这些城堡里头大家常常听到的呢 有丰丹白鲁堡 凡尔赛宫 那这边注意一下哦 这个方案所包含的呢 是凡尔赛宫的参观门票 但是它不包含花园 参观花园的话需要再另外购票 航空航天博物馆 详细包含的景点 有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在规划行程的时候 也向官网仔细的看一看 里面也都是不错的选项哦 再给大家贴心小提醒的部分 不论国籍 未满18岁不需要购买博物馆通票 因为这些地点呢 在未满18岁都是免费参观的 只要出事护照即可 建议大家可以买数位券 像我自己买了纸本券之后 我要到get your guide 罗浮宫附近的办公室 先取票 刚到巴黎自由行 想当然而 会拿着手机开google map 那你很明显就是一个游客 会增加你自己的危险性 也还蛮浪费时间的 可以把这个时间省下来 你直接买数位券就好了 另外一个使用小技巧 真的非常的方便 大家要学起来 就是你在官方网站上面 地图的那个位置 这份地图是用google map绘制的 旁边有一个多元的符号 点击它 然后选 加入我的网站 它会导入到你的google map里面 可以直接用卫星定位方式查看 就不用再特地输入了 使用上更直观方便 今天的巴黎博物馆通票 全攻略分享 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接收最新影片更新通知 如果你有其他想要看的内容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Yuri 我们下集见 拜拜